8.8會館洗錢案爆出更大咖 監禁抓人錢黃金大亨屠成文 已經文風潛逃 這當中難道有力鬼嗎 習近平明天就要出發 前往舊金山APEC峰會 中國民運人士已經準備好攔車抗議 馬英九突然殺出力挺全民調 未哪招 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層 獨家還原幕後 鎖定今晚大選進來講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叫方潔 高雄橋頭地檢署 偵辦共諜案 其中已故國安會秘書長 蔣偉國 前秘書祝康明 以及兩名退役將領劉萬里 孫海濤 牽涉其中 涉嫌引介退役的高階軍官 到中國去旅遊 宣揚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思想 而在臺灣就收受中共資源 來舉辦活動 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訊後以五十萬到六十萬元交保 但是檢方不服 已經在今天提出抗告 祝賀退伍老兵過年欣喜 還一一發送紅包 他是高雄市退伍軍人協會 理事長劉萬里 少將退役的他 曾在雄三飛彈物社事件後 喊話要重建軍人尊嚴 保衛中華民族 如今卻經傳涉嫌當共諜 檢調及政辦共諜案 發現高雄市退伍軍人協會 理事長劉萬里也簽涉其中 可靠消息指出協會登記的地址原本是在林雅區 後來搬到了左營翠華路 近日來為了躲避茶器 竟然搬到了古山這棟廢棄的房屋 最近很少來大陸去玩 連鄰居也知道劉萬里常去中國玩 喬頭地檢署調查發現 退役將領祝康明 孫海濤 劉萬里 2017年至今常引介高階軍官 到中國 美國落地旅遊 借機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統戰 思想 至少吸收二十多人 收集三十多顆星星 在臺灣則收受中國資助舉辦活動 發送粽子及花生糖等禮品 支持特定候選人 海軍退役少將六十萬元交保 已故國安會秘書長蔣偉國 前秘書祝康明 以及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劉萬里 皆以五十萬交保 協會秘書龜雅蒂 也是引後龜雅雷的妹妹 則是五寶請回 透過網路媒體宣傳愛國新 獨立參選總統的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 還在今年五月 受祝康明邀請參加聚會 沒料到選前六十多天爆出共諜案 時機敏感 針對法院裁定交保 檢方不服 已在十三號提出抗告 近新聞 中暗鈴 楊世五 採訪報導 時機的確是比較敏感 因為選戰接近了 中國文攻武嚇又戒選 所以很多候選人都開始主打國安議題 像是魚叉飛彈的防衛營區 設置的部分 就在高雄吵得很火熱 結果在這個時候 剛剛看到二十名退役將領被約談 總計有三十顆星星涉嫌共諜案 根據瞭解 大部分都是透過人情 協會或是旅行社 當作管道 吸收人脈 立委痛批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呼籲檢調要加長茶器 戴著口罩閃避媒體 腳步越走越快 他是前臺聯立委羅志明 今年年初涉嫌共諜案 遭到檢調約談 一路走上車 不回應記者追問 同樣涉嫌共諜案的 還有退役少將夏富翔 全程又外套遮住 包緊緊離開 昔日少將威風形象全消失 選舉將近國安議題 備受關注 像是魚叉飛彈防衛營區 就預計設在高雄的左營海軍基地 而近期檢調追查的共諜案 也是備受關注 選戰部不必進 國安議題特別敏感 除了日前魚叉飛彈防衛營區設置議題 在高雄炒得火熱 沒想到近期又再傳出 橋頭地檢署約談超過二十名退役將領 包含上將中將等 總計共有三十顆星星 涉嫌共諜案 讓立委痛批實在很誇張 竟然超過三十顆星星 為了落地招待 還要介入選舉 真的是武德淪喪背叛國家 在包共諜案 還高達三十顆星星 立委痛批 選舉將近 中共需要勤資大撒幣吸收退漲 平時人情旅行社或是協會等等 都可能變成吸收管道 選戰步步逼近 各個候選人在國安議題上都吵得火熱 而敏感時期再爆共諜案意外尷尬 立委也喊話呼籲減掉藥 加強茶器 而針對臺灣這樣層出不窮的构疊案 之前立委劉士芳就向國防部長邱國正提出質詢 根據法務部提供的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統計 從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三年八月 指我們看到黃色的這一列 起訴的劍數總共是一百零八件 定驗的人數兩百零一人 而法院判刑平均的刑度居然只有六點一八個月 跟義大利英國或是瑞典美國等國來相比 有的刑期是三十年終生監禁等等 為什麼臺灣對共諜案的刑期 跟其他國家相比會這麼多 還有劉士芳也指出了 有幫國家特別提醒臺灣 涉嫌重大機密情報的涉案人 可能還在軍中 我們的保防需要更加強 那麼國防部長邱國正 也提出了目前的強化方法 那我們國軍在目前強化的方法 就不斷地選叫以外 然後叫政戰 還有這些保防人員不斷去收政 那而且我們也得到一個數據 通常一個假的一個百分比來講的話 帶有三分之一的是現役的 帶有三分之二都退役的 但我們國軍立場不會想說 也退役了 就不管他 我們只要知道有關於設法 尤其共諜方面案件 我們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但收政到以後 一定是移交發呆 畢竟臺灣被經濟學人 列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 那日本這麼臨近臺灣 面對未來可能的台海衝突 為了避免遭受波及而部署導彈 再再證明了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的論調 因為中共如果要跨越第一島鏈 最快速的途徑 就是日本的宮古水道 還有臺灣南部的巴士海峽 以及近年來共軍持續地在這兩個地方 實施戰場經營 同時又運用了灰色地帶的威脅來襲擾 這也使得日本在安保三文件當中 把中國定義為重大威脅 並且決定要建立反擊的能力 還有要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能力 目前根據統計 位在這個第一島鏈上 具有中程導彈的國家 除了南韓的旋武系列之外 就只剩下臺灣的雲風飛彈了 所以這也就使得部署第一島鏈上的 戰略性武器長期 都是在一個空窗期的狀態 也造成了未來 美國在面對台海危機 或是反區域拒止的時候 可能會捉襟見肘 那日本在2022年修訂的 安保三文件就指出了 除了要延長這個國產的 12式地對艦導彈射程 到中程導彈距離計劃 在2026年要部署 並且還要開發一個射程 大約是2000到3000公里的 極音速飛彈 另外要再引進美國戰斧 巡弋飛彈來具備反擊能力 那如果這些提到的武器都到位了 它們北面就可以克握俄羅斯 那麼南面可以牽制中國 西面可以壓制北韓 所以它 日本就會成為 第一島鏈上最具有戰略價值的國家 不但對周邊的強權 能夠產生嚇阻的作用 確保自身的安全 然後也就可以維護 整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但是中國軍艦呢 最近不斷地接近日本海域來活動 展現了它們的野心跟擴張的企圖 日本防衛省就持續警戒監控 同時也加強了反艦戰力 加速了剛剛提到 現役的12式陸基反艦飛彈的改良計劃 我們要連線給國防院戰略所所長 蘇紫雲所長 請問您 日本打算提前部署的增程反艦飛彈 是什麼 它的性能跟作用可以提升日本 到什麼程度的威者能力呢 12式反艦飛彈 應該是說日本既有這個反艦飛彈的改良型 它最大射程會從200公里延伸到400 未來可能到900 那終極版的會到1500公里 也就是變成可以長生打擊的巡弋飛彈 因為攻船飛彈跟可以攻擊陸地的巡弋飛彈 其實是一體兩面 同樣的彈體只是差別在它的巡標頭的不同 一個是找海上目標 另外一個是可以攻擊陸上目標 那第二個這個就是12式反艦飛彈 它具有一個逆中的能力 目前所知道包括三菱重攻跟川崎重攻 都有會去提出不同的構想 同時也可能會進行試作 那最後由防衛省來定統一的型號 來進行這個大量的部署 第三個這反映出日本的一個戰略 也就是這兩年來 中國跟俄羅斯的這個船艦 就是經常的這個成群結伴 就去繞行日本的本島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日本為了提高防衛能力 同時降低它的這個成本 所以就開發了12式的反艦飛彈 我想這也會連動到西南諸島的防衛 也就是在台灣周邊的風谷島 還有雲納國島等等 也會一系列的部署這些反艦飛彈 你在一旦面對中國的武力侵略的時候 這些反艦飛彈將可以 就是形成一個封鎖鏈 跟台灣所擁有的雄風飛彈一樣 就是可以把中共解放軍 這個海水面艦隊封鎖在第一島鏈以西 那這樣子不僅就是可以防衛日本 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協防台灣 不過說到武力的部分 中國國防部昨天有一個消息說 這個月的中下旬 中國的軍隊將會跟柬埔寨、遼國、馬來西亞 泰國、越南的軍隊在廣東戰江舉行 和平友誼2023多國聯合演習 我們要繼續請問蘇所長 中國這一波操作是為什麼 能夠向中國有一些評論認為 這是有助於南海和平的嗎 您認為這樣的說法有什麼根據呢 我想中國他目前就很清楚 他也發現就是在東北亞部分的 日本、韓國已經是美國隊了 那中國目前就開始修訂 他的一些就是戰狼外交的路線 那相對的在東安亞這裡 美國早前跟菲律賓 還有就是現在跟越南 都在加緊的進行安全的合作 那北京不甘臥後 所以他也開始進行這種演習 在上個月的時候 他先跟新加坡完成一個演習 就是比較小規模的所謂城市反恐演習 但是象徵意義比較大 那第二個這一次就跟我們俗稱的北東 北東協 也就是陸地東協的國家進行這個連演 就是中南半島的越南、泰國 還有就是柬埔寨等等 這些東協國家進行軍事演習 雖然號稱是友好性質的一個低強度演習 可是他代表的就是一個 就是比較像是外交上的這個意義 東協部分 目前看到菲律賓就沒有參加了 因為菲律賓跟中國目前 就是在南海 還有就是比較激烈的對峙 那相對越南就變成左右風源 一方面美國要拉攏 二方面中國也語語就是說 拉攏 在這種情況下 越南可能就會想要扮演一個 就是權力平衡者的角色 或者說越南他想要就是兩邊都不得罪 可是我想最後越南還是得選邊站 因為如果目前 美國對越南的這軍事的軍備的出口 越南不選邊站的話 那麼可能 美國這不再給他軍售 那未來 越南還是會面對中國 對他的這個海上霸凌 或者是邊界的在爭議 所以從這次軍演來看 北京是想釋出部分的善意 可是我關鍵 觀察的重點還是越南 他真正的態度 他跟北京的這個軍演 是一個外交上的一個象徵意義 或者是說 他可能這真的 可能對於跟美國合作會 踩煞車 然後就是對中國採取就是比較親近的態度 我想這會是重中之重 眾所矚目的拜習會15號要在舊金山舉行 不過在協商的時候 中國提出了一個要求 就是如果習近平最後同意雙方領袖會面了 那麼他要先跟美國商界的領袖會面參演 結果被白宮給拒絕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這是知情人士透露的 有美國官員告訴了中方說 這個拜習會的議程很繁複冗長了 所以建議習近平應該在這個 跟商界晚宴之前先跟拜登會面 那所以到最後是中方讓步了 把晚宴安排在拜習會之後舉行 但是重點還是不可以讓習近平感到很難堪 不過外交事務專家說 其實這一次拜習會之前 美中外交官員的較勁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先是美軍擊落了一次 中國的間諜氣球之後 拜登就有公開表示說 我們通話溝通一下 結果習近平卻拒絕接聽了 然後這就是長達好幾個禮拜的時間 還有今年六月 國務卿布林肯訪中 結果他雖然是見到了習近平 但是對方的態度卻很刻意的冷淡 那美國方面 拜登也有派遣其他的高級官員 到中國訪問 表明美方推動拜習會的意願 但是另一方面 在經濟制裁科技出口的限制 這些議題的方面仍然是寸步不讓的 那之後中方就刻意選在商務部長雷蒙多 八月訪中的機會 公佈了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 華為新款智慧型手機上市 似乎就是為了要證明說 我們已經突破了美方的科技制裁 那在這個會前呢 雙方充滿了不信任 但是還是有美國官員透露 拜登政府還是很有可能 會透過這一次的會面 恢復兩國的軍事溝通 取得部分的實質成果 同時習近平也可以暫時擺脫 美方祭出的技術轉移限制 來提高外國投資人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爭取更多時間 強化他們的軍事跟發展經濟 不過呢 這個APEC拜習會會談前較勁 會談中勢必會有火花 然後場外恐怕還會出現 規模更大的抗議活動 因為現在APEC都還沒登場 就已經有大批的抗議人士 聚集在當地 抗議的內容 包括了惡劣的工作環境 還有這個尾巴衝突 以及整個大環境的問題等等 而預計這樣的抗議行動 會持續到峰會結束為止 在抗議的人群當中 有上千名的中國民運跟人權組織 而同時 中國駐美西各領事館 也已經動員當地的留學生 前往迎接習近平來壯大聲勢 所以兩邊看起來就像打拼場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中國民運團體的抗議隊伍中 有一個人很特別 他是來自中國吉林的訪民 叫做馬永田 在2015跟2017年 習近平訪問華盛頓 跟佛州海湖莊園的時候 他都突破了維安 衝到馬路上 強行攔下了習近平的座車 不過隨即就被美國的警察拖走了 那麼現在他要準備他的第三度攔截 到底為什麼馬永田這麼切而不捨呢 2001年 他是在長春看一家公司 就當時被強拆了 但是經過了十多年的申訴 都沒有獲得解決 甚至他還慘遭各種監獄酷刑跟折磨 當地政府還威脅說要把他送去勞教兩年 那馬永田就被迫了在2013年逃離中國到了美國 但是之後呢 他丈夫的移民資料 就被中國公安無端扣押 人身自由也被限制 所以到了2015年9月 馬永田第一次在華府攔截了習近平的座架 當時習近平還派人接下了他的申訴文件 所以原本馬永田當時是很高興的 他以為終於成員得雪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位在長春的老家被抄家 他的丈夫跟兒子的護照被收走 然後被限制出境 理由就是馬永田你攔截了習近平的車隊 所以家人必須作為人質扣留 那這一次馬永田又要去攔習近平的車 他說不是他沒完沒了 是迫害沒完沒了 而中國名譽人士王丹也站出來聲援馬永田 因為他的抗爭他的兒子和丈夫 現在被中國政府非法剝奪了正常的公民權利 全力失去了遷徙和工作的自由 行動啊工作都沒有 這個案子23年了 幾經周折到今天也得不到合理解決 這當然說明中國政府啊 在依法治國保護自由財產 保障基本人權方面 跟他們嘴上說的那些 有巨大的落差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關心說 安保會非常非常的嚴格 馬永田能不能成功 我不知道 我問了馬永田 馬永田說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人心中有冤屈的話 他會下多大的決心 他說我不管 不管有多少的危險 我一定會找到辦法 他到底會找到什麼辦法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拭目以待 稍後回到台灣社會焦點 只是八八會館案又有重大方線 檢調追查負責人郭哲敏金流的時候 發現有一名營樓負責人叫圖成文 涉嫌洗錢 而且圖成文呢 不只利用營樓當掩護 他的地下室還藏有一個私人招待所 不過就在檢方展開搜索的時候 卻疑似有內鬼通風報信 所以圖成文居然能夠搶先一步落跑 無辜也很莫名其妙 遭保全監守自盜 在鏡頭前高調受訪 他是營樓負責人圖成文 過去還有黃金大亨的稱號 但現在卻被檢警查出 開設營樓只是為了掩護洗錢 原檢警追查八八會館案時意外發現 案外案 圖成文是臺北市大安區 這家營樓的負責人 不過疑似因為涉及地下會對洗錢 在十一月初時遭檢方搜索 不過他卻早一不得知消息 現行逃亡 在營樓下設有私人招待所 圖成文疑似和八八會館案 主嫌郭哲敏是洗錢合作夥伴 案件爆發後 這裡也被查出 時任刑事局副局長黃建榮 前警政署長 正峰市主任黃景秋 新北檢察官王圖枝等十四名檢警高層都曾進出 接受招待 據了解今年三十七歲的圖成文 從事黃金收購貿易支付 後生一年賺三億 但富貴險中求 他與黑白兩道關係交好 還有洗錢教父的稱號 高檢署對於這次搜索行動相當保密 但疑似就是有內鬼通風報信 讓圖成文搶先落跑 圖成文經營的銀樓目前照常營業 但人跑去哪 店員三間七口不敢多說 而整起案件是否還有檢警人員 充當內鬼通風報信 也成了檢方後續的追查重點 北檢今晚已經先對還沒有到案的圖成文 發布通緝 而另外針對有沒有辦案人員 涉嫌洩密的部分 就分他自案進行調查 不過除了圖成文 還有五個人遭到了收押禁見 這些人跟圖成文的關係是什麼 目前檢警掌握到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請資深司法記者劉志源來告訴我們 圖成文在搜索約談行動之前跑掉了 但是行動還是照樣的展開 目前有五個共犯被羈押禁見 圖成文這個集團呢 他就是把一些像是INB 像是一些吸金 違法吸金跟詐騙的一些金額呢 就是透過洗錢的方式把它漂白 那他洗錢是透過了一個 幽默科技這個公司 去做一個點數的買賣的交易 那也透過這個幽默公司 像國內非常有名的遊戲的一個軟體商 就是自貫跟遊戲舉止去買點數 在這三四年當中買了100億以上的 這個遊戲點數 再透過一些交易的方式 把它賣給香港的公司 賣給香港的公司以後 再由這個香港公司 把這些點數化整為零 在網路上再去賣給一般的玩家 一般的玩家買了以後 再去超商 再去用小額代收的方式去付款 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把這些黑錢透過買點數的方式 以及賣點數的方式 把它給漂白了 那其實這些是目前台灣的一些金管單位 是沒有在控管的 那要在這邊再特別提一下就是說 因為香港公司是境外公司 所以他們把這個點數賣到香港的公司了以後 還可以向台灣 向我國的政府申請退稅 造成一年台灣的稅收短少 就是將近上億元 這等於是全民也是另類的受害者 所以在這個案子當中 11月1號的行動當中 幽默科技的董事長 叫徐志祥被收押禁見 另外我們看到畫面當中 這個是有虛擬碧女神之稱的 叫張宇婷 她是一個必禁公司的營運長 她相當的年輕 那她也因為在這個案子當中被發現 有涉及到用點數 以及一些虛擬貨幣去交易洗錢 被視為共犯而收押 不只是被收押 將來如果被認為是共犯 可能還得面對民視 就是上百億的一個年代賠償 因為她很年輕 所以她可能這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繼續來請問志遠 圖成文涉及了不法洗錢 不但資金龐大 牽涉到的人員很多 那她是怎麼交易的 為什麼敢這樣大膽 她不怕黑吃黑嗎 圖成文這個所謂地下會對 以及洗錢集團 他們一個運作的方式 第一步就是要洗錢 先要去收錢 那她其實做這個工作已經很久了 早在2018年之前 剛剛提到就是說會被黑吃黑 因為這個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所以他們在幫人家洗錢的時候 收錢通常是匆匆忙忙 都是約定一個神秘的地點 用鈔票的號碼 只認鈔票不認人 你要去交易要拿這個鈔票的號碼 一張鈔票去讓他去確認說 是不是原本約定那個人 等到交易了以後 他們由於這個是要速戰速決 所以他們通常清點的時候 只點一捆一捆的鈔票 也不會一張一張的去算 所以發生過就是說 除了收錢以後 當街被截走3000多萬的現金之外 還曾經收過就是說 他們收錢的時候 只有每一疊的第一張 以及最後的一張是真鈔 中間都是假的假鈔 那因為這樣子被黑吃黑的一個過程 他們也就慢慢的進化 去想出說要怎麼樣去防範 那圖成文他是一個 就本來他對外說 他是年輕的時候 是從事黃金的一個交易 說他從國外買賣黃金了以後 慢慢把事業移到台灣 於是他也就用了這個銀樓 黃金的交易跟鑽石的一個交易的方式 開了一個銀樓叫瑞森銀樓 作為他洗錢的基地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文青咖啡 就是非常的有氣質的 他的名稱叫做文氏咖啡 其實他也是一個洗錢的基地 怎麼說是洗錢的基地 他就位於在瑞森銀樓後方的防火像 瑞森銀樓大概是在這個方向 大概50公尺的這個區域 其實他們看到畫面當中 這是一個防火像布滿的監視器 他們的後門是相通的 圖成文他在這些年 經營地下匯兌以及洗錢 他其實資產相當的驚人 為什麼要洗錢 就是因為這些錢是詐騙所得 是不法博益就是賭博的 一些不法吸金的所得 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洗錢的方式把它漂白 如果透過這些洗錢的業者 像圖成文這樣的業者的話 他是必須要抽5到10%的一個費用 在這麼多年來 這近4、5年來台灣的詐騙就被騙走了 超過250億元 有絕大部分都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虛擬幣 點數甚至用假刷卡換現金的方式 把它給漂白的 累積下來圖成文這些年應該也是賺了不少錢 目前檢警單位是懷疑是說 他用不法所得來買的就是他的豪宅 畫面當中看到這是一個藍寶基尼的一個豪華的名車 價值1200萬元以上 也被認為說以圖成文37歲的一個資歷 是去這麼過這麼豪奢的生活 檢警懷疑這些都是跟他的一個不法所得 是有關係的 英國搖滾天團Coplay在高雄開唱 演唱會後創下了書運新紀錄 因為人數有86000人 卻只用88分鐘就疏散完畢了 而演唱會活動大爆發 也為高雄經濟向下扎根 稍後帶您關心 英國搖滾天團Coplay在高雄開演唱會 而會後也創下了書運的一個新紀錄 因為第二天的演唱會 內外觀眾的觀看人數加起來86000人 結果居然只用88分鐘就疏散完了 跟上一次Blackpink相比 當時是用90分鐘疏散8.2萬人 還要更快 那至於大家也很關心 演唱會手環回收了多少 回收率在高雄廠有93% 在全球排第四名 而後來Coplay也特別在IG上發文 謝謝高雄帶來了兩個美好的夜晚 Yellow熟悉的旋律一出來 現場歌迷爆出如雷掌聲 樂迷高舉帶著發光手環的雙手 跟著音樂百動揮舞 彷彿點亮星光一般 大家最好奇的環保手環回收率 高雄廠到底表現如何 答案揭曉高雄的手環回收率93% 排名全球第四 主唱Chris Martin也在台上展現 親和力跟歌迷聊天互動 他感謝歌迷人受濕熱的天氣 來聽演唱會 還說很抱歉 部分飯店因此提高價格 讓粉絲心有戚戚跟著歡呼 Coplay周六周日連兩天 在市運主場館開演唱會 創下書運新記錄 11號周六八點四萬人次 週日八點六萬人次 僅用八十八分鐘就疏散完畢 上過上回 Blackpink在市運場館內外的八點二萬人 九十分鐘的疏運時間 我們兩天的話呢 大概是有四百多的額外的支援人力支援待命的 Coplay也感性的在IG說 謝謝高雄帶來兩個美好的夜晚 結束臺灣場後將前往印尼 高雄今年已經舉辦超過五十場的演唱會 超過八十萬人次 創下破十六億的觀光產值 下一場將迎來哪位巨星呢 備受期待 紀新聞 中環林楊世武采訪報導 八十八分鐘的高校疏散 到底怎麼辦到的 這是高雄市交通局 有一個智慧運輸中心 專門處理大型活動散場的任務 他利用智能監控系統 先掌握人潮的動向 分析擁擠的區域 另外也減少了場館周邊的停車位 鼓勵民眾多搭大眾運輸工具 加快人潮的疏散 掌握散場動態 包括目前現場人數 以及顯示哪個區域最擁擠 性別比例也能分析 最重要的是能夠監控大眾運輸系統 進出佔人數做到確實分流 今年上半年在高雄舉辦的大型活動 包括韓國女團 BLACKPINK和美國的席城男孩 另外還曾出現本土天團 五月天和張惠妹 以及大趕開場同一天出演 三場旗開 湧入將近二十萬歌迷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 分段疏導人潮委 還將指揮站進駐場館 隨時掌握現場情況 及時橫向聯繫 另外減少停車位 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避免道路擁塞 人潮一多就怕上演 韓國離胎院踩踏事件 高雄市府採用智能疏散系統 讓民眾不只玩得開心 回家路上也不用以肚子氣 近新聞 楊世武 周婉玲 陳明洋 張惠姐採訪報導 今年揮別了疫情陰霾 真的可以說是高雄演唱會 活動的大爆發 在coplay之前 已經有阿妹 五月天 新好男孩 西城男孩 還有BLACKPINK 這個等級的國際天團 光是上半年 高雄市就辦了二十九場演唱會 帶來了近六十萬人次 創造十一億八千萬的產值 那高雄又為什麼會成為 海內外藝人的首選城市呢 主要就是因為 臺北目前沒有大型的 專業演唱會場地 因為作為容納這個 大概一萬人的指標性場館 小巨帶 還有三天三夜的條款 那林口體育館 大概是可以容納到一萬五千人 但是音響設備相對是比較簡陋 那現在比較流行的 像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新莊的Zepnew Taipei 他都只適合規模比較小的團隊 然後容納的 大概是三到五千人的觀眾 那反觀高雄了 大的有我們熟悉的這個容納 大約五萬人的市運主場館 那小一點的呢 也有博爾特區的Liveway House 那麼也有魏武營 會提供國際級的劇場 跟音樂會表演場地 而且跟臺北小巨蛋 申請的手續困難繁瑣相比 高雄的整個場地窗口 都是整合起來的 從場地申請到周邊交通 你都能夠由文化局來接下主辦單位 一次性的為申請人解決問題 那交通局負責輸運進出廠的人潮 環保局是在活動後三十分鐘內 要把場地回復原狀 公務局要鋪平人行道 檢修活動場館周圍的路燈 跟相關的設施 那最後還有金發局跟觀光局 就是有這個加時演唱方案 意思是什麼 就是透過一張小小的票根 把歌迷留在高雄 鼓勵歌迷在演唱會結束之後 你可以繼續到夜市 等等的地方來消費 而且不僅是透過演唱會經濟 練兵轉鼓 培養文化軟實力 高雄近年也積極地延攬台積電 鴻海這些大廠進駐 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 所以未來北高雄就要形成一個 半導體產業的聚落 而南高雄則是以5G AIOT產業為主 那個以重工業為主的高雄 正在悄悄轉身 那臺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就到臺北市議會 進行專案報告 不分黨派的臺北市議員 就頂釘著11月18號 即將舉辦壓力測試的大巨蛋缺失 包含了他沒有指引牌 所以可能會上演萬人迷航的問題 而民進黨議員林年鳳也質疑 測試賽當天市民專線一九九九 居然要進行系統維護測試 這根本是技術性蓋牌 牆壁大面積裂痕 地下停車場不僅狹窄 而且沒畫反光標誌 這是即將啟用的臺北大巨蛋 沒有任何的指引牌 也沒有任何的標示 向左走向右走 東南西北在哪裡 壓力測試賽一萬多人 我們走下來 怎麼走到這球場的 11月18號當天議員擔心 上演萬人大迷航 但這壓力測試賽 還僅1.3萬人 不到大巨蛋4萬人的 滿載人數 我們打算在多久內 你能夠真正測試到 那個真的參數 你總要有個規劃 我們預計一年內 但對外開放萬人壓力 測試賽當天 市府公告市民專線一九九九 居然要進行系統維修測試 並稱維護期 可能有短暫電話線路 不穩定情形 如果大巨蛋所衍生出來的 交通堵塞或者是噪音的問題 市民如果想要反應 根本無從反應起 這就顯見是蓋牌 或者是掩耳盜鈴的方式 每一年的固定測試時間 都是在這段時間 是我們跟外包廠商說好的 他們照理來講 異地備員應該要提供 我們一樣 一樣的 一樣的服務 這也是讓我們測試 外部廠商的一個好機會 大巨蛋首場比賽倒數計時 不容是否任何馬虎空間 金新聞黃宣謝宏睿採訪報導 202次總統大選參選登記 倒數只剩一週了 這個時候前總統馬英九跳出來 說他支持柯文哲 提出來的全民調方案 藍白整合又再度卡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宣布 將本週的中場會延期 來表達最大的誠意 然後也強調協商還在進行中 至於什麼方式還要調論 然後話風一轉就說協商呢 就不能夠只是要求對方 百分之百遵照自己的想法 而侯友宜也說 國民黨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 希望柯文哲積積極面對 好 我們歡迎我們 來 我們朱立倫朱主席 新住民後援會成立大會上 美人婆朱立倫推薦最佳男主角侯友宜 替他暖場 侯友宜出現 立刻被凍蒜聲淹沒 他打鐵趁熱 推出新住民政策 要證明自己是最強人選 傳出黨中央打算再退一步 以六成科猴 猴科對比 加上四成政黨支持度 來找出最強組合 柯文哲要是在寸步不讓 將全面開展 我們就尊重我們這些協商的這個過程 面對民眾黨 國民黨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 善意 也希望能夠讓柯主席能夠更積極的加入 朱侯友宜小船 卻換來前總統馬英九先跳船 不但不替加入政黨民調的德國式背書 還施壓朱侯以全民調和柯文哲談親事 我們原來的對比互比是黨內 那這一次是第一次跨黨派 依舊不口出惡言 朱依倫還主動設好 把中常會從本週三延到週日 代表最後期限 隨著攤牌時刻逼近 藍營一面釋出善意 一面醞釀氣科寶猴 避免最後關頭 柯文哲成了落跑新娘 陪了夫人 又折兵 經紀元宣 石油尾 林玉成怎麼等 不過也因為藍白河僵局太久了 所以有不少國民黨支持者 勸黨中央 你就各選各的吧 因為柯文哲個性反復無常 就算爭得和了 也不會有好下場 政治評論員陳敏鳳就分析了 柯文哲主政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就把民進黨的人馬一個個給趕跑 而黃毅忠也說 就算讓柯文哲擔任副首 他也會像潑猴一樣沒人管得住 把國民黨傷得體無完膚 藍白整合全民調究竟是苦口良藥 還是糖衣毒藥 戰鬥嵐 趙少康藥 馬英九 小心 別被賣了 口纖已經 已經快崩潰了 實力差那麼多 基層實力差很多 要來接受他設定的一個方法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設定的一個他會贏的 這樣的一個方法 這樣基層當然會反彈 不只侯伴崩潰 藍營基層馬龍鬥美條 卻怕真的促成柯侯沛等同把百年家業拱手讓 給做五本生意的柯文哲 像過去市政府裡面本來是跟綠營合作嘛 可是你可以發現市政府後來綠營的人 就越來越少了 一個一個被他趕出去了 基層對於柯文哲這個人的信用 還有這個未來 如果真的他當政之後 整個組織內閣的這個方式 會不會被柯文哲整碗砸去 眼看著綠白河的前車之鑑 就算整合出侯科配 國民黨只怕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換句話說 不管柯侯侯柯 藍白八字不合 就算下架了民進黨 黨內憂心也同時把國民黨一起下架 進行文 劉維廷時裝長報導 而美國華府上週末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 過去消美行動會出席的 這次臨時缺席了 那麼是不是真的會在這個美國 舊金山Epic峰會結束之後 反台跟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來搭檔角逐2024 那會不會影響台美關係 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外交人士更迭本來就經常發生 一年一度華府台灣同鄉會感恩節餐會 過去都會排除萬能出席的駐美大使 今年缺席了 因為施打疫苗身體不是由副大使代打 這場許多僑胞原本打算替 蕭美晴歡送卻鋪了空 因為這場感恩餐會的時間點 就在Epic登場前 那蕭美晴也在結束舊金山Epic任務後 將反台投入2024選舉 外交人士的這個更迭 是定期的事情也是經常的事情 這個部分不會對我們跟美方之間的 這個關係造成任何的衝擊 吳釗燮必談賴蕭沛 到這四年前蕭美晴赴美 擔任大使時還帶上四隻愛貓陪童 這次法談猜選 愛貓也得跟著飛回台灣 傳出蕭美晴已經向防檢局詢問 毛小孩們的隔離檢疫流程 但防檢局表示 目前暫無收到相關申請 未來有任何的變化 我都相信蔡政府所有的外交團隊 都會把台美關係顧好 這位曾被華府 譽為最有影響力的使節 反台倒數的關鍵時刻 台美關係也跟著備受關注 近新聞謝謝前 前總統馬英九出招呼籲用全民調力促藍白河 大選進來講主持人 平秀林今天專訪了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蕭旭成 他提出警示說 如果藍白不合國民黨國會 至少會調實習 還嗆那些黨內主張 乾脆自己選的人 那就是讓賴清德當選 而誰讓賴清德當選 誰就要來負責 他也批評那些說馬英九被刺的人 是對侯市長沒有信心嗎 請持續鎖定 大選進來講